这道外酥里嫩,酸甜可口的松仁鸡 你知道在家怎样做菜好吃吗? 今天我就把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您的厨艺有所帮助 第一步,咱们把去骨鸡腿肉用刀背给它敲一下 然后再切成条 接着全部剁成小块 加入清水淘洗干净 挤干水分加入葱段姜片 少许的盐 胡椒粉,料酒,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第二步,腌好的鸡肉中加入一个鸡蛋 给它抓拌均匀 接着加入一把的玉米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最后咱们加入食用油给它搅拌均匀即可 第三步锅中油温6成热一次下入鸡肉块 炸至定型给它搅动一下 如果你有缘刷到这个视频 用您发财的手帮飞哥点个双鸡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就差您一个双鸡就热门了 辛苦您了,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炸至外表硬可先给它捞出 油温升至7成热,下入鸡肉,二次复炸 把配料用热油烫一下捞出备用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控油 第四步锅中加入适量底油 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少半勺的白糖 给它先把糖熬化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适量的白醋 要想填盘给来点盐 小火慢熬 熬至浓稠 下入所有配料 快速翻炒均匀盛出装盘即可 我把这道菜的要点 和细节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鸡 今天的松人鸡您学会了吗?